- 暗聽 要是我跟客戶 我也比較好關係 主管他這樣子問我 當時可以很直接問他 他長相好像說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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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沒有變漂亮 因為你已經太漂亮了 沒有辦法變漂亮了 我覺得 狗狗 一尺度大師 狗狗 製作人罵起來 兄弟 可能 不行啦 新鮑魚 拍考 誰 嘿 嘿 五個 你比較見多視光 我想問你喔 什麼東西叫嫩青啊 就是剛出社會的 自嫩青年 喔 簡稱嫩青 那這樣我們算不算嫩青 喔我們喔 我們不算 我們已經過試用期了 喔剛過試用期 我們已經算正式的 在這邊插秧 然後 茁壯 然後 楊威海外 你這樣 茁壯 茁壯 你們兩個是爛青 爛青喔 爛青 爛掉的青年 因為很多嫩青男是誰 對 他們有很多煩惱 因為他們在職場上 算是剛出社會嘛 所以有很多問題 要問各位老大 要請教各位前輩 他們今天是遇到問題 要來請教我們 而且今天我們會問問題 丟骰子 然後問那個問題 我們可以表決 覺得他的回答得好不好 他們問我們的問題 對 前輩們給的意見 對他們有幫助 大家那個人回答好不好 對 不好的話 我們就要懲罰 那你們兩個還需要表決嗎 所以盡量不要骰到過 哈哈哈哈 那諾哥呢 如果骰到東東 就代表諾哥回答 骰到打打的話 就是我們兩個回答 可以 但諾哥有個特權 因為是來賓 所以他可以指派 嗯 誰被處罰 如果你不OK的話 這麼好 沒關係我們骰到再說 骰到再說 我們歡迎第一位正親 有請 嗨 嗨 你們好 我是泰勒 嗨我叫泰勒 我是一個手作老師 手作老師 是捏黏土的 手作什麼 捏黏土 捏黏土 然後交小朋友畫畫啊 捏黏土 所以是在百貨公司裡面那種 對 可是這樣做手作 比如說你們服務的對象 都是爸爸媽媽帶小孩來嘛 對 那你們工作來 來自於工作的壓力 跟競爭是什麼 業績的壓力是說 你今天交了幾個人 還是說你賣了多少東西 交了幾組人 是喔 那有人在旁邊算 就是會 會畫 蛤 然後會登記吧 那前輩會跟你搶嗎 會 這怎麼搶 會 會 小朋友我教你 不是 會喔 因為我這一陣子常常 跟我老婆跟我們 去那個 那個 信義區的那個百貨 然後就是有一層樓 就有很多小朋友 他可以學做什麼 音樂盒啊 小朋友 黏土也有 做黏土 然後你過去的時候 就重組了三個人在那邊說 欸 妹妹 對你叫什麼名字 農妹喔 你好啊 在電視上看到你 你想要玩什麼這樣子 然後一個就說 你可不可以做音樂盒 然後另外一個說 你可以做這個啊 然後另外一個說 你幾歲啊 三歲有三歲課程什麼什麼 這樣子 強 那這個競爭很強是不是 就是百貨公司一天會規定 一個人要做 三十組 一天三十組 平日嗎 對 平日 哪有那麼多人在放棄啊 三十組 那不就一缺翻了 一組要多久 那如果 比如說我來 我來對不對 坐坐坐坐 然後我帶小孩走了 等一下很無聊 我又來了 那算一組還是兩組 那個東西有的做 要花一個小時以上耶 差不多啦 我們會規定 要在四十分鐘以內 要把小朋友交回 對啦 因為他快時間快到 他老是會動手幫忙康宇做的 欸 老是這樣 我跟你們說 啊 可以走了 停下半生 然後小孩子 因為小朋友不會在那邊搞半天 當回他十千 他就會幫忙你做 真的是這樣 對 所以說你在做的時候 就是 前輩會怎麼樣設計 他就是 時常他業績壓力 就是不到三十組 然後就會把我的 就是小朋友會來我這邊畫 等我嘛 然後他把我的小朋友 畫到他後補後面 等於說 小朋友都變成他後面的 被他拉走 被他拉走 他背著你這樣做 對 那今天你要問的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該出來 就是反抗他在職場這樣子 預備起 打 喔 打 你要回答 打喔 兩位打 是打還是打 回答 先打 先打 打好不好再打 可以啦 你們可以好好回答的 兩位 我先給你的建議是這樣子 好 給他建議 就是 剛出道呢 你上面一定還有很多前輩 有些話 無窮 無窮 現在目前是錯的喔 無窮 目前是 解答錯誤的喔 你的悲憤倫理還是很重要 畢竟跑得了和尚是跑不了的 妙 你說是不是五哥 完了 五哥接 還是像 還是像 我覺得他講的 頭都是道 我們五票嘛 超過三票你就算幾個 兩票就處罰 好不好 贊成他們講的對的請舉手 一 二 三 我停 停你的 好 就這樣我停 我是啥 沒有 我是停 沒有 我是停沒辦法 他沒有不算一票 沒過 我跟你講為什麼沒過好不好 為什麼 我們請屈哥來解答 那屈哥如果回答完了 第一個 我們也覺得 關於屁事我們解決 我們決定 他要講之前我要先問一下 腳底板還是額頭 我先講他們講的 他們講的剛剛好 講得太小聲了 現場有聽清楚他們到底在講什麼嗎 沒有 沒有 那要我的建議呢 就我以自身的立場來講 剛開始我們入行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不是嘛 對不對 也沒知名度也沒什麼的 都是那些前輩說什麼 是什麼 對啊說什麼是什麼 現在演藝圈都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你喔 如果說對這個 你現在的工作呢 非常熱情的話 你應該是凹下去 跟我講一模一樣 對 就是這樣 沒有屈哥講比較清楚 而且他講的比較 你應該是凹下去 吞下去 欸 對不對 戲棚底下站久的就是你 屈哥講得真好 對不對 對 簡單的用 好 到目前為止 屈哥講的是對 你們講的是錯 出發你們兩個 不是 他們也沒有講錯 你是法庭是不是 等一下 你是法官 沒事 沒事 沒有 就幾個人我不能當法官嗎 你錯在哪裡 對 我的聲音太小 而且你沒有自信的講清楚 好不好 所以說額頭跟腳底板 一人選一個 一二三 額頭 通常這個節目喔 打額頭都是我來打 你會打嗎 你會打嗎 我不太會 你不太會喔 你太強了 我哪有 手都會分掉 打額頭示範 來來來來 我剛是有支持你的喔 謝謝謝謝 你也知道嘛 他們都是好兄弟嗎 戒指 戒指不會弄到啦 中指是中指 戒指給他帶中指 中指 有在耿用過 一二三 喔 喔 喔 哇 瞎一位 怎麼打他頭會咳嗽 怎麼打到咳嗽咧 打到廢肥 不是 來 一二三 喔 喔 成長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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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頭髮比較高 來 第二題 因為你們是手作 那每一個人手作都有個人 這個怎麼講 就個人的技術 個人方法 但你的同事覺得他才是對的 所以一直要要求你跟他一樣 因為我們那個製作黏土那個機器 出來的東西都會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喔我比他長差不多0.1公分 他會覺得我做得很爛 出來的東西都是一樣 他覺得我很爛 他叫我捏掉 全部重用 他比你早進公司多久 不到一個月 嗯 不到一個月 哇賽 你遇到我當中間 這個就惡劣囉 對 不到一個月 那請問你要問的題目是嗎 我應該要 呃 抵禦這個職場霸凌嗎 喔這個算職場霸凌 這算不算 算 講錯了 真的不算 好啦 那我們就決定看誰講 好不好 職場霸凌 好 這可以 這樣就是職場霸凌 一定是可以給我們寶貝 沒有那個 我們還是一樣 對 腳底板還是 哈哈哈哈 額頭吧 額頭 我覺得呢 還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意思 哎 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是 把它吞下去 然後 他吞多少 他自認為是 比他還要那個 不到一個月 就在當兵來講 不到兩T 對啊 一T多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學習的經驗 當你成為老鳥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千萬不能這樣對菜 哎呀 嗯 對不對 嗯 光免彈簧 這是我的答案 曲哥就是一個字 忍 對 從頭忍到尾 那你應該很忍忍 打個頭囉 你們兩個也加入投票 對 覺得曲哥講得好的請舉手 一二三 過了 過了 你怎麼會打暈了 沒關係 我剛剛聽不太懂 沒關係 我剛剛聽不太懂 沒關係 我跟妳講 沒關係 你聽我講完嘛 不要急 不要哭 你覺得他不OK 請你補充 如果不正點 打二頭 補充而已 補充而已 對不對 給妳機會啊 張立東 你耳朵在紅什麼 不是啊 我覺得 既然 他沒有比你資深多少 那這個 在這個平等的競爭下 我覺得是 你要距離力爭 哦 不要太軟弱 推翻曲哥的講法 好 不是推翻啊 就不能太軟弱 不然會一直被 對 不然他就 對不對 比如說他質疑說 那個他你捏得不好 那你可以拿個機器來蹭 蹭一樣大 那他有什麼好處 或者找一個真正公正的來評判 找一個比你資深的 然後一起來評判 對啊 但是你覺得這樣捏得 跟他有差距嗎 就你的意思就是說 要懂得抵抗韓扣就對了 不是 因為將來 要囤論就對了 將來他沒力也是在競爭的這條路上 是不是 曲哥是說要忍 你是說不要忍 跟他拚了 沒有 我說照曲哥的方法 但是可以做一些小變化 不能 沒有 小變化 小變化 那個方向 變化嘛 那個方向 那個方向 對啊 我覺得應該換個方向 既然他覺得 他什麼都比你厲害 是 你就說好 那前輩 你可以現場 現在馬上指導我 因為你覺得我一直錯 你示範一次 你最厲害的給我看 就是怎麼樣正確做 然後他做完之後 你說那可以請你現場指導我 你就跟著他所有做的再做一次 如果他說對 你以後就可以照這個方式做 如果他說錯 我跟你剛剛做的程序 一模一樣 坐在哪裡 喔 他如果 他如果硬要抓你的毛病 就表示他對 故意就是針對 故意的 這時候一般的人 老鳥都會覺得 對啦就是這樣 那你又是要這樣做 因為他自己要台階下 所以你應該是這樣 現場 如果他還找你麻煩 對 落狼 不是 不用這樣 對對對 因為 其實一個 因為我覺得沒有厲害到哪裡 對啦 那就差不多啦 好 今天跟你揮拉玉 高興嗎 其實我跟你講第一個 打他們兩個頭 其實是招待 就是想說你難得上電視 又來問問題 氣氛 對 就只好打他們 其實他們想的也是 好 想再看一次 蛤 你說什麼 我們後面還有好幾題 對 你是第一個知道 你坐在這邊可以幫他們看 對 好不好 你先坐 好 謝謝 來來 來 下一位 來 歡迎第二位嫩青 第二位嫩青有請 我這個嫩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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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做的是那個行政助理 什麼 行政助理 美容師的 美容院的行政助理 美容院 對 入行多久 半年的時間 你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剛開始入行的時候 我是想要當美容師 然後 主管他們那時候就是有幫我安排做新人訓練的動作 對 那我那時候就是 可能 還不太上手 然後也很緊張 然後主管他又主動說要給我當練習的對象 我也不好意思去做拒絕的動作 於是就是 我幫他做臉的時候 他做完 OK了 他照著鏡子他跟我說 怎麼沒有變漂亮 然後我就想說嚇到 他說 然後我又不能跟他說 不是 對不起 他是不是誤會了 你不是美容師 你不是整形師 對 他誤會了還是怎麼樣 不曉得 可能他是 就是單純 只是想說 挑難你 好玩而已吧 我覺得就是 你做完你可以講說 我的皮膚還是不夠明亮或之類的 但是 你問你媽 為什麼要問我呢 如果你認為 他認為是好玩 他要收尾 對 那最後也要讓你了解 他在開玩笑 他有做這個動作嗎 到最後的話還是沒有 所以當時你內心之中的 回答是什麼 是覺得 長相不能怪我 長相不能怪我 好 那你的問題是 如果像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主管他這樣子問我 我當時可以很直接問他 就是 就是 回答他就是說 他長相長得不OK嗎 我操這個 這什麼問題 這什麼問題 這個 誰要發洒刀 誰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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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打 鐵打的 這題我跟你講 怎麼回答都是牆壁 對 我講一句話 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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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凹一句 凹什麼 因為你講太多次 對啊 對 你連續回答兩個問題 NO哥 就是我講 我都講很爛 他們是處罰 這樣是不是 對對對 不是 不是 要給他一點意見 沒有 如果你講很爛 他們補充還是很爛 他就要被處罰 你爛沒有關係 對 OK 你爛透了都沒有關係 先針對這個問題 你要來這個新的工作地方 如果你真的對這個工作 不管你喜不喜歡 那你當然要講一些 場面話 給你的主管 那主管問說 我怎麼沒有變漂亮 你說 當然是沒有變漂亮 因為你已經太漂亮了 沒有辦法再變更漂亮 喔 會講 我會講 對 漂亮點已經緊繃了 你等於是我們這個店的招牌 你是看板人物 大家都要照你的樣子來 來做 然後更美 對… 然後你也可以回答說 如果你要更漂亮的話 那就下輩子 你如果要再更漂亮 我就真的再沒辦法看到你 因為你已經變成偶像明星了 我就沒有辦法看到 就講一些這種 就狗腿一點 這樣也是說謊的技巧 對 那當然會覺得 你也是半開玩笑 可是重點是他今天也會開心 問題也解決了 他會覺得 你這個滿有趣 你可能可以跟很多新來的客戶 可以用這種方式 拉到很多客源 你知道為什麼NO哥會這樣嗎 是 因為以前順哥也問他說 我會不會更帥 NO哥也講 你已經帥了 因為我那時候在開車 我很帥 我就說很帥 我不是在幫金河舞開車嗎 對… 原來有練過 OK啦 講一件好聽話 當然… 因為你剛進去嘛 講一件迎合 而且講… 有趣一點 對 重點是你講這個 你不會少跟熱 但是你搞不好會有更好的講解 他如果再問你那問題 你就說 現在是幾點 然後他就說 你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你已經漂亮到幾點了 好 來可以了吧 漂亮到幾點的部分 請你幫我選 額頭還是腳底板 腳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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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算你醜一 嗯 在他結束之前 如果你醜… 你沒有救回來的話 你這個醜一叫做 這救得很好啊 來 預備 好 接下來 下一題 前輩對新人態度差 被老闆罵 然後找你出去 什麼意思啊 就我們在裡面上班的時候 有一位他比較資深 然後他平時他的臉都很臭 對 然後我就是也比較不敢去跟他 去做接觸 也不敢跟他說話 那有一次老闆他就是把那個 很重要的東西交代給我 要我跟他轉 嗯 轉達給他知道 結果就是說 我要去找他的時候 他看到我就像看到感冒藥一樣 跑得比什麼都還要快 然後他就是 他就把我叫到那個廁所那邊 就是罵我 罵你什麼呢 罵我說 你為什麼不講 對 然後我就 心又好受傷 我明明想要跟你講 我想要跟你說 可是你又沒有辦法就是跟我溝通 對 因為他那時候很像 對新人都很反感 嗯 這件事情 對 你是不是要跟老闆講 對對對 對不起 哇賽 跟老闆講 只有主管罵你啊 不是說那個 前輩 前輩罵我 因為我明明要跟他講 但他不跟我講 但是他又把我罵一對 那你要跟老闆講這件事情 對 我們明明應該講這件事情 是 就是說你不要讓老闆誤會你就對了 聽不太懂 你不想背這個黑鍋就對了 沒有 他沒有背黑鍋 他只是單純被罵 OK 好 那這題也是一個非常難回答的 來 預備 好 很難回答 真的 好不好 這題很難回答 真的 好不好 這是什麼意思 誰想誰 這一次 教一把 好 他因為這件事情 老闆罵他 他跑來罵你 對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拐著彎跟他說 欸 謝謝前輩你這樣子罵我之後 我原本也要這樣過去跟老闆講 你讓我審了一頓罵 那我希望以後如果我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再教我 然後 我會再跟你學習 這樣 完美 什麼 完美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得深奧嗎 我們是不懂的 你簡單 很想懂 很想懂 完全聽不懂 你的前輩來罵你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感覺好像被他點醒說 啊 原來你這樣子老闆會生氣喔 就是 你脫襪子了啦 快點啦 你講話都聽不懂了 沒有其實這個是他如果 他如果不想直接面對你 那你要找一個方式可以聯繫他 比如說你傳訊息給他 打電話給他 因為你知道這是很緊急的事情 所以你必須要在第一時間讓他知道 就算他不想碰到你 他現在問的不是這個 是啊 他說問說要不要跟老闆擺到 絕對不要 你們連問題都不知道 哇 答非所問 哇 哇 好乖 答非所問 一千兩倍 一個亂講 一個答非所問 來來來 預備 來 你幹嘛瞪來賓啊 沒有沒有 簡單就是叫老闆打你 你就坐地上就好了 腳翹在那個上面 對 坐地上 我看 這樣子就很準了 我在 麻煩大哥 好久沒 那個那個小心 你小心 揮過去 你不能打到臉喔 我打過你的臉嘛 沒有 這麼多年以來 我就怕這一次 就是 點心我 不是 來 來 一下對不對 一下 一下 大聲 一下 一下 OK 看起來就打我了 眼睛看鏡頭 哇 哇 大哥 只有一隻對不對 還有 叫你剪腳也不會剪 你知道我們今天在幹嘛 知道啊 辯論 沒有辯論 辯論什麼 辯論 幫人家解惑 是 一 二 三 ROCK 哇 這個痛 哇 這個痛 因為剛剛製作人跟我說 愛心小組只剩這一隻 打到棍子 所以不能打這裡 要打 橫條的這裡 來 謝謝 沒有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NO哥 你以前就是開店 對 如果你的員工來是菜鳥 他一直不斷犯錯 你怎麼 如果是職場沒教的 就是有交代這個職訊人員教你 如果是他沒講到的地方 你犯的錯可以原諒 但是他如果有教你的話 我覺得就是你同樣的錯誤 不能犯三次 第三次你又同樣的錯誤 表示你 之前兩次糾正你 你沒有把它放在心裡面 而且你對你自己的工作 你的責任範圍裡面 你也沒有很認真的去執行 那我覺得你可能 不想做這個事情 那我就會 不是說馬上就叫他走 調整一下他的工作內容 他如果還是用同樣的態度 去面對他現在 面對工作 另外一個 那我覺得他 就不是很 不適用 他不是想要在這裡好好地工作 他只是想找一份工作 而不是想要他認真的一個工作 把這份工作做好 混時間 我覺得換一個職位 我覺得這個方法還不錯 對啦 不會一下子給他難看 還是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每個人的學習能力 不一定都一樣 是 來 下一位 歡迎第三位認識美女 來 歡迎雅琪 雅琪 好可愛 嗨雅琪 可愛的雅琪 大家好 我是雅琪 你的聲音也太... 有點醃酒嗓對不對 不是 雅琪是做什麼 我是做廣告業務的 你的客戶慣性抖腳 為什麼會造成你 差點失去這個工作 他抖腳關你什麼事 我們開會的時候 就桌子比較小一點點 然後他就一直抖腳 然後他的膝蓋 就一直不斷碰到我的膝蓋 是這樣 是這樣 是... 對 這也太... 沒有人這樣抖 他已經快中風了 好可怕 我跟他自己一直抖過去的 就這樣一直碰到你 對 那你什麼反應 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他一直抖腳 一直踢到我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直接 就用膝蓋 就很容易就抖回去 這樣子 然後我就踩他這樣子 哇 然後客戶就 他嚇到吧 對 他客戶就當場就是 有點就是 生氣了 我們本來還在討論 然後他就 愣住這樣子 然後他說什麼 然後他就生氣了 然後我就是因此這樣 然後就是他也失去這個客戶 喔 你現在要問說 當時你這樣子反應 正不正確 因為我當時是直接踢回去嘛 對 然後這樣子到底是 這樣子 就到底是做的是對不對的 這樣子 那現在換個方式 那你覺得這裡面 這麼多大哥來講 你覺得誰最適合回答你這個問題 那弄哥好了 我當下我不會用 直覺反應頂回去 可是我跟你講 有一個問題喔 因為他已經認為是性騷擾 這個很嚴重 因為我們沒有在現場 因為是他的主觀 那你先用你的主觀問我們 那我如果先用客觀的說 如果這個方式 你是不是換個位子 往後移 那如果你已經退了 還是在抖的話 那就是標準他針對 因為那個桌子 只有你們兩個嗎 面對面 沒有別人了 對 沒有別人 你們兩個面對面 那桌子多小 這麼小 都被被人 因為被人 因為長話 如果面對面 那桌子就差不多 他們都只有這樣嘛 你才有辦法膝蓋碰到 那如果是桌子這樣子 那那個人還一直這樣子 小姐 那就太誇張了 那就跟我一樣 對 我就是覺得 你要先看那個環境 那是不是刻意的 那我覺得你先說一下 如果真的還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就是 就是有一點針對性 那再加上你跟他談的內容 他有沒有全部聽在耳 還是他只是要來卡油 要來佔你朋友 純斗角 那請問一下 那筆生意就是說 價值大不大 還可以這樣子 不過以另外一個講法來講的話 你這一方面是做對的 就是人家稍微 也讓你不舒服的肢體接觸 立刻反抗 其實這是對的 但是 就是像諾哥來講 叫緩兵之計 那是第二招 第一招 你要退一點再試探 如果再來 好戲 對不對 就不用客氣了 對不對 那你第二問題是什麼呢 怎麼了 怎麼了 你 差點暴走罵髒話 因為我們會提供那個 就是診所的照片 給客戶看這樣子 然後就是剛好那個照片裡面 就剛好就是 照片 就遠遠就拍到一個護士 然後穿著裙子超級短這樣子 對啊 然後客戶就跟我說 就是誒 護士的裙子超短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就是很專心的 就是跟他談 就是正事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就說 那你下次來的時候 那你也要穿那麼短這樣子 又是心燒 對啊 你怎麼老遇到那個 同一個 同一個 斗角愛開黃腔 然後呢 然後我就當場就跟他說 我覺得這不好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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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講我一樣 真的喔 這個跟你上題差不多 就是一個 舒不舒服的認定的問題 對 如果熟一點這樣講 你可能會 開玩笑對不對 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但是重點在於他不熟 第一次見面的課 第一次見面 唉唷 這種第一次見面的話 就要張立東來回答 因為你長這麼漂亮 多少會有一些職場 就是言語線的騷擾 那我覺得你就用 開闊一點胸襟回他 譬如說他 他說你下次可不可以穿那麼短 那你也可以跟他說 那你如果穿那麼短 那你下次你見我面 你也穿那麼短 我們一起穿那麼短 然後 開玩笑 越興奮 對 不會啦 幹嘛呀 不會啦 穿那麼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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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會適可而止 他們只是想要聽到一些言語上的滿足而已 那如果你今天跟他開玩笑 比如說他說 你現在穿那麼短 他跟你說不好笑 你怎麼辦 就繼續開啊 繼續開玩笑 開到好笑為止 開到好笑為止 對啊 那你現在講一個好笑的阿翔 譬如說啊 你有給我坐過船嗎 有 你知道進船的時候有一些禮貌 如果晚進船的話 我們一般會說 Sorry 對不對 那如果先進船會說什麼 先進船嗎 會說Online 因為先進船說Online 先進船說Online 你是要額頭還是 他要點頭了大哥 這是年輕人的笑點 這是年輕人的笑點 對 雅希覺得好笑 可以嗎 說Sorry 先進船 好 算你考過 先進船說 不是你這問題都蠻奇怪的 因為客戶愛來喇敵賽 然後你被主管叮 為什麼啊 客戶是關什麼事啊 因為像是我們可能就是為了方便聯絡啊 然後可能不能就是不要只是用E-mail 可能用E-mail就是他可能就不會馬上看到 所以我們就會加客戶來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就是講一些就是五四三 就是說你要出去吃飯啊 要出去喝酒啊什麼的 開始勾吧 對 然後就是可能到公司之後 你就會問他 可以打電話問他說 那上次說那個案子的進度啊 又如何啊 然後他就說 他就會 就是假裝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這樣子 問題是什麼 要怎麼跟客戶維持好關係 然後還可以就是跟老闆有個交代這樣子 那你現在誰回答 喂 哈囉 你是師父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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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質疑 他應該講泰國話 衝回 沒有啦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跟客人保持良好的這個溝通 是非常重要的 對談當中有一些技巧 比如說你現在要聊到一件 把這件事情完成 可是他中間又一直要問你要不要吃飯什麼的 你說讓我們完成之後我們再來吃飯 他說那我們等一下吃飯要去哪間餐廳呢 不是 我們先把這件事情先把它完成了 你到底是幾點要送文件來還是怎麼樣 你先把正式講完 你跟他說 我的意思說你把勾引的部分 吃飯看電影把它擺後面 但當你談完成了之後 你再去後面打哈哈 你就是哈哈 哈哈 不要被打 哈哈 好 不是 你先把事情完成 這樣要投票 這樣懂不懂 好 我們投票公平 進行投票 覺得他講的 對 請舉手 1 2 3 欸 6票只有2票 哪裡不對呢 沒有 這是感覺不對啊 喔 哈哈 沒有那個 感覺不對 沒有那個 感覺不對 沒有解決到他的問題 對 沒有 完美的 請就位 等一下 我可以幫阿翔那個一下嗎 可以 你要講清楚 可以幫阿翔一下嗎 我們覺得涉及 補充一下 因為綜合剛剛他的兩個問題 其實都是碰到那種 有點像類似性騷擾 或者想要勾把他 如果你常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我覺得你 你要適時的把你 譬如說你 就算你沒有 你還是要講說 我有另一半 我有男朋友 之類的 對 我覺得你還是要把這個 立場表明出來 表明的明顯一點 對啊 你這樣這樣講 你不要再講了 我男朋友在旁邊磨刀 就是講話 有時候不要往心裡走 就是他們講什麼 廢話辦 你把它當廢話 那你也用廢話去回他就好 然後跟主管講主管你看他 他就是廢話我 但是我又不能罵他 你要跟主管講清楚 我也不能罵他 罵他萬一他不理我們 你把賴給主管看 我們公司這個 業務不就沒了嗎 對不對 那不然主管你跟他講 因為你是 業務面那一線嘛 因為你遇到都是陌生人 所以你自己 從現在開始要組一個防火牆 是 把這防火牆竹開 然後 學一些話術 去面對這些 想要佔你便宜的人 對 因為社會 那我剛剛講有沒有救到阿翔 有 所以我們的哈哈 我覺得 搶背 搶什麼 不是 搶背 不是太突然 不是太突然 還沒熱身的 好沒關係 那這次就算了 這就算了 待會 謝謝請坐 接下來這一位呢 嫩親 厲害了 我們要好好講 好好講 因為她是我們同行 是 歡迎第四位嫩親美女 恭喜 嗨 嗨小花 小花妳好 嗨大家好我是小花 小花 小花現在是做什麼工作 我現在是節目製作助理 做個節目 哪一個節目 國公幫幫忙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對 太可憐了 本公司著厲害 大名大放 讓她來想說她們有多壞 哈哈 進這個工作多久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你因為工作要和男同事開房間 所以失去了好姻緣 什麼事啊 真的假的 因為像我們隔光的專業啊 就是會常會有一些美女來直播 然後我們就要去 開房間 不是 不是開房間 就是我們會要去敞看 然後我記得 敞看 對 敞看 對 上一次的時候是 剛好是一個泡澡直播 然後我就 製作人就說 欸 就是我們要先去敞看一下 所以我就跟那個男同事 就是去 泡澡的 就是敞看 對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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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是 是 不是在那裡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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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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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然後後來我的 曖昧對象知道之後啊 就有點 很深刻說 傻眼 那你一定很難過齁 就是很傷心啊 那你們 張立東打的球不強 這什麼題外話 是題外話 是題外話 那像是題外話 那那個男同事有負責嗎 他如果知道這件事情 對啊 是哪一位男同事 哪一個啊 哪一個這麼糟糕 他真的是變態 他真的是變態 委屈了 委屈了 哎呀 真的真的 哇塞 那跟他你真的是 不是 不是 這樣我覺得 你暗昧對象太 太小心油 對啊 跟他太安全了 卡克了 你暗昧對象 知道他長這樣 卡克了 結果他不知道咩 不會不會 卡克其實比較可愛 對 我跟你講就是沒有攻擊性 對啊 他不是傑森史塔克 他是塔克兩個字 對啊 萬一萬一萬一對不對 你就跟 你說跟那個張立東去 大家就好 而且看有 你講到重點 你還覺得塔克可愛 你男朋友怎麼會不吃醋 對不對 你覺得 你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我這件事情是沒有 沒有錯 你是工作 然後我當初 堅持場看 這樣子 是正確的嗎 所以說 你是去之前哪樣跟他講 他就生氣了 我就是怕他會覺得說 怪怪 那時候發現你就會不開心 所以我就說 欸那個 我可能會更難的事 去 像這樣子 去敞開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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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開的敞開 敞開 敞開不然講開房間 對 哎呦 敞開開房間 兩個字差很多 你在講出心裡話 我們要去出外景 來 太太我跟你講 我要出去那個 開房間開五天 殺死啊 這個問題 在我們圈內來講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嗯 那你想要誰回答你 我想要 我啊 哦 一定是你啊 今天你可以啊 因為當年那個MOTEL界的 你不一樣 我覺得大家做電視 千奇百怪的狀況都會遇到 而且你剛剛已經講了 你有熱情有熱血 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覺得就是 還是以工作為重 對啊 因為 如果說這一次的問題 他認為 你的曖昧對象 認為是問題的話 以後還有很多問題 等著他 對 你們的摩擦會不斷 所以你要堅持 以工作為主 我覺得 所以你是對他 就讓他走吧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補充一下 因為你為了工作的犧牲 我們製作人應該 包個紅包給你 真的 對不對 那我再說一下 既然去了 那就泡個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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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負責 又泡澡又收紅包 這有點怪了吧 本來是 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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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工作而已 這抱一下 那再拿個紅包 不要再把打個送給東西 不要亂出 不要亂出 收主意 希望越考越歪 對啊 不過說真的啦 就是以我們做電視 這麼多年來講 你真的是沒有錯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你要考慮到一點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 電視圈比較特有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 外界的人不懂我們電視圈在幹什麼 嗯 他我們認為這個事情 在電視圈來 這個太 在正常不顧 對 就是這樣 可是在外人來講 你可以讓他了解啊 比如說他如果真的下班了 對 那你就叫他跟你一起去 不是 我們這個團隊一起工作 對 也讓他認識一下卡克 對啊 對 對他有啊 OK 你把他帶來攝影棚 對 這裡這麼多人圍著他 看他下次來幹什麼 不會 好嘞 你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提案齒度大司 恐被製作人罵下流 欸 被製作人罵下流 怎麼為什麼講 為什麼講 什麼主題 因為其實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不知道要怎麼提主題 嗯 畢竟國光是個比較for男性的節目 一開始就會找不到方向 後來就是 我就想說 好啊 那既然要大尺度 我就上網去搜索那種 日本神秘節目 嗯 你方向完全正確啊 對啊 沒有感覺 他們就是有很多互動小遊戲 我就想說 好啊 那就是我就提上去啊 結果製作人看到就說 你一個女生怎麼這麼下流啊 然後我就整天啊 我居然被說下流 然後我就有點挫折 對啊 你也不 你說你也不看你是什麼樣 你怎麼知道 其實這個問題 這個沒有答案 只有笑聲 不是 你先知道一下 還是你先知道 他提 對 我們要小遊戲 做不定好玩 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什麼 把胸部拿來秤重啊 什麼 還在說什麼 那不行啦 好像 隨我試試看 隨我試試看 男生要不要蹭 男生有的話也可以蹭 你以為我們這是東京電視台嗎 對 不行啦 我們這個節目是寓教娛樂的 真的有點尺度好不好 對 好尺 好尺 很嚴肅的 聽到沒有 太打口了 原本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對你來講很挫折 就是我就覺得說 我到底該怎麼拿捏尺度比較好 因為我又是女生 所以會抓不到那個 而且你才來一個月 對啊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你想請教誰 我啊 鎖哥 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是說 你就暫時不要提案 放在 你 為什麼 那我可以 對 不是啦 就是因為你來一個月 其實製作人也就是在 讓你自己在找方向 臨時教你 你也永遠不會會 所以你要去觀察說 有時候比如說我們在錄影 你要看說 這個東西 這個主題其實 主持人他們發揮得很好 他們有空間在講 好 那男生也愛看 你要慢慢去觀察 那被罵說什麼 被提案被罵 我覺得這個事情完全不用走心 是 因為我們從小都是被罵到 對啊 因為被罵其實是一種成長 跟一種教育 只是說只要不要罵到下流就好 開玩笑 就是說 他也是急 因為我們這個 我覺得你就說 既然這樣不行 這樣也不行 那我就必須找中堅持 一直不斷地試 你要一直不斷地提 一直不斷地提 一直提不要怕 千萬不能怕 你不能 被下流 被幼稚 那我就不敢提 千萬不要這樣想 提到他發瘋 提到他爆炸 那你就會走出一條路 對啊 而且搞不好 你剛剛那個提案 有一天我們就會做 只是現在不適合 對嘛 對嘛 都要不來 要 要 反正就是那種 標題聳動 內容白爛 對 大概就這個方向 那不是罵你啦 那就像我們看一個 年輕的演員 他演得不好 不是演不好 是要微調 調整他的表演 誇張或是收斂一點 對 會告訴他 而不是罵 就像我們說張立東醜 他哪裡醜 對啊 最後這個問題 我跟他這個問題 我跟他欠得到你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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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買蘋果 超商買蘋果這樣 後來回來的時候 製作人就說 你剛跑去哪裡了 為什麼 沒有先準備好道具 等一下要拍攝耶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不是馬上 就要吃蘋果的人 我只是說 到了中午以後 怎麼還沒看到蘋果 那我不是到 我不是一到現場 我要吃蘋果 沒有蘋果我不開心 你看就講 蘋果 蘋果 沒有說蘋果 清淡多多人叫蘋果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就是 如果道具是第一場就要用的 我建議你以後 先去準備道具 而且你去跟彭哥講說 我那邊因為要弄道具 我可不可以等一下再去買 彭哥應該不會發狂 了解 而且我也 我也有 而且有時候我也沒有 我也有沒吃到蘋果過 那個 彭哥等一下 我現在不是要怪你 沒有沒有沒有 你緊張 就是因為我知道 你很喜歡吃蘋果 所以我剛剛特別幫你準備了禮 禮物 禮物 又幫我準備禮物 再來 等我一下 自己通常 自己放好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唉 唉唷 你終於哪來了 然後呢 這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你剛剛沒有吃到 現吃 對 想要你多吃 這是現果 很聰明 因為以後我們要錄影的 每天早上 一到現場 大家一定會先問 蘋果買了嗎 你先去買蘋果 這蠻好的 所以你現在是負責幫我買蘋果 對 蘋果買 以後隨便 買那個梨子啊 芭蠟都可以 最好 都可以 所以我之前可以 兩個蘋果是不是 對 然後還要就是 那我跟徐哥就配一隻香蕉 就可以 對 你知道吧 工作重要 我們這個 贏嘴沒關係 優先的 就去那個嘛 門口那個 關二爺那邊 拜託那邊 不行啦 說好不好 彭哥要吃蘋果了 你先讓也 可以嗎 收不清 關二爺的不行 關二爺不能啊 關二爺的 不行 哇 這個 小花是不是 小花那個 這個恭喜你進入我們這個行業 但是就是說這個行業 你要有心理準備 雖然你有熱血 但是千萬不要讓自己的熱情被浇滅 總有一天你會 成為製作人 對 但是你一定要經過這一段時間的磨練學習 磨練學習 以及被賣下流 然後買蘋果 然後什麼之類的 這些都是 都是這個成長的過程 那就是不要讓自己熱情洗滅就好 沒問題 好不好 那我們一定會照著你 那如果說張立東跟那個楊森達 他們要什麼 都沒有 好 開玩笑 你辛苦了 來 請坐 謝謝 歡迎 所以人生是這樣 人生就是剛出現社會的時候 當然多多少少 因為不熟悉會有一些挫折 但是喔 我們只能講說 等到你到了一段時間以後 再回想這些青澀的年代 其實會點滴在心頭 然後有的時候會覺得很好玩 所以不要讓自己的熱情被洗滅 今天謝謝大家 拜拜